白狼张安乐部下总裁车 准备走进彰化地检 12号傍晚5点40几分 他在该女儿李家威陪同下 在具体期间6点半前现身 因为大甲妈名声地下道冲突案 造成三名园警受伤 遭到地检署传唤 但他受访时劈头就狂劈彰化警察局长王国锋 我认为今天组织犯罪是王国锋 他利用公权力组织犯罪 为什么呢 他不下令警察敢动手吗 他们的视频全部公开 看谁是暴力 张安乐成行 每年他们都在街角名单内 根本不用抢教 也没有率众打人 爆发点的时候讲了一句 政党背心脱掉 我说穿党部背心跟环有关系吗 今天说的民主党穿的背心 你敢叫他脱吗 而白狼的干女儿李家威 也拿出他们搜集的影片 想证明当天自己人被警方粗暴对待 不过受访太久 连律师也催促张安乐赶紧进入地检署报道 好谢谢 张安乐报道前为自己喊冤 不过讲那么多双方说辞和证据 最终还是得交由司法来定夺 TVBS新闻赶紧的苏太宜如 现在神区小组彰化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